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身荣誉爵位及意大利770年历史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殊荣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建 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8年5月 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 世界杰出慈善大使 并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魏赛节庆典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 令众生净化心灵 明心见性 感恩师卢金洪台长 慈悲成愿 普度有缘 为我们照亮回家之路 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师父为我们在天上栽下一朵莲花 延续会命 启发菩提 作为心灵法门的弟子 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 以师父为榜样 弘扬人间大成佛法 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携手将心灵法门 佛法之音传遍四方 让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照亮世界 祈愿众生安康 世界和平 卢君洪台长不辞辛劳 心细众生 在辛苦的拜师仪式之后 顾不上休息 仍然要坚持为我们现场开示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祈愿 很开心啊 跟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啊 昨天晚上给你们加持啊 结果后来很多人都看见 整个会场里一朵大莲花 很多的人 有一个经常看得见的一个小朋友 新加坡的 他说昨天晚上当师父 让大家把手举起来 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的时候 弟子就看到一朵很大金色的莲花 在新加坡的展览中心里 这是弟子一生中看到最大的一朵莲花 非常的清楚 师父就站在台上给大家加持 他在悉尼 所以大家这两天好好地修心 好好地念经 在天上一样 菩萨天天给你们加持 洪阳佛法去远方 蓬城万里洪法盲 学佛学法学观音 事让有缘闻佛音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 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航普度 今天又有将近五百名佛子 皈依了观世音菩萨 在天上拥有了莲花 学佛就是要知音懂果 看破无常的人生 破除无名的执着 找回佛性和本性 众生无边 誓愿度 佛道无上 誓愿成啊 佛法让我们在人间 从苦难当中体会到 无常的真谛 从忍辱当中 证实到般若智慧 想一想 我们人真的非常的可怜 有统计显示 在2018年 有1700万人被诊断为癌症 950万人上升 相当于每天 有26000人死于癌症 全世界每天 有3000多个青少年死亡 死因除了意外事故 车祸和疾病之外 还有自杀 生命有时候就在呼吸之间 现在人来得快 走得也快 所以菩萨就是让我们学博要开悟 我们活着不能为自己 我们不能自私地因为自己的欲望 而去伤害别人 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想不通 才会生癌症 有多少人因为痛苦和困扰 他们才会让自己的身体产生业障 所以对人间过分的贪求 会让我们进入无尽的深渊 对幻化世界的执着会让我们产生妄想和挂碍 所以每一个人要懂得这个世界 就是你得来的也会很快的离去 就是你拥有的 那只是你暂时的保管 不是你的 永远就不是你的 所以修行不容易 就是要让我们懂得把人间的烦恼早点抛开 因为修行 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正念长存 不被外境所困扰 我们人只有静下心来 不迷惑颠倒 我们才能正信正念 有多少人就是在贪心当中 执着的追求当中 失去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和年华 我们年轻时候所追求的一切 现在看来都是如梦幻泡影啊 我们年轻时候所拥有的现在又都全部失去了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可能过几年或者十年五年之后 我们又会觉得一无所得 一无所得故啊 所以要学习观世音菩萨 以众生之心为己心 想一想我们一生贪有什么意思 我们做人为什么不能看一看 我们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在欲望大海当中 不停地去翻腾啊 所以台长讲个笑话吧 我告诉你们呢 有一个小朋友在学游泳 结果他爬上岸来说我不游了 教练过去问他你为什么 他说我吃饱了喝饱了 什么意思听懂吗 我们在人间天天的烦恼 我们够了 很多人选择的是自杀 而我们学佛人选择的是放下 想一想 放下心中的执着 去寻找菩萨的般若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展望的明天 因为这个世界是无常 明天会更好啊 所以要学习观世音菩萨 以众生之苦为我苦 你才能心佛合一 究竟圆满啊 我们人很可怜 我们人不能被一时的人间的欲望所迷惑 很多年轻人经常问台长 我没看见我不相信 台长告诉你们 店你们看得见吧 你们就是坐在下面 你们每个人想什么 边上的人知道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想啊 想了 但是边上的人知道吗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想的是一种思维 那是一种脑电波 但是用仪器就能测出来 并不代表你没有想 菩萨在天上看着我们 你们看不见菩萨 并不代表没有菩萨 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店一样 你们看不见店 但是他照耀着我们 我们看不见佛光 但是佛光补育着我们 在今年的1月17号 澳大利亚昆斯兰州的一名90岁的男子 和一名70岁的老年亲戚 发生争执 90岁和70岁他们不学佛呀 他们发生肢体冲突啊 90岁的老年男子 当场发病送往医院 最后不治身亡 佛法说了 称恨犹如一条毒蛇 你不能忍辱则伤人伤己呀 人的一生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无常陪伴着我们的众生 你们想一想看 刚刚想做这件事情 想把它做好 突然之间又变了 刚刚你安排得好好的一件事情 它又变化了 所以菩萨让我们舍去小爱 为众生要付出慈悲的大爱 记住了 对别人的爱 一定会得到菩萨对你的爱 因为你的周围都是未来的菩萨 你才能获得心灵真正的解脱呀 在今年1月14号 一位同修63岁的姐姐突然发病 急诊半夜抢救 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我叫他们特别把那个 他们打到我们那个博客上的 给大家看一看 当时他打过来了 高烧大概到42度不退 然后全身器官全部衰竭 大家知道衰竭就是不工作了 1月31号 心脏一度停止了跳动 血压降到了零了 你们都知道医院里有一个仪器 滴滴滴滴 没了 听得懂吗 医生让家里做好最坏的准备 这个同修马上利用三大拔宝 2月1号放生了200只甲鱼和4000条鲸鱼 将自己学博三年 每月放生的功德一半转给了姐姐 连续三天烧了63张小房子 大年初一上午 同修姐姐拔掉了呼吸器 能自主呼吸了 短短的四天居然奇迹般的摆脱了死神 身上的管子都拔掉了 出了重症监护士 这件事情让医生护士 家里的亲戚 原本不信伯的 他们全部都相信了 同修说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就在我们的身边 你们要去找 菩萨一直在你们的身边 你们好好找一找吧 实际上在人间 爱只是一种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会随着时间 环境而变化 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爱过多少人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爱过很多同学 爱过老师 爱过邻居 爱过自己的父母亲 兄弟姐妹 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长大了 又要去爱另外一批人了 因为那是一种感觉呀 所以有的时候 在人间所谓的爱离开你的之后 你要静下心来 不要冲动 等待时间慢慢的冲洗 让你的心灵慢慢的沉淀 你的苦就会慢慢的淡化 学佛人不要过分地沉迷在爱情的美 也不要过分夸大失恋的悲 夫妻缘分 有时候真的要用智慧来随缘的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有一对夫妻 老婆非常喜欢买贵重的衣服 老公就是心疼 有一天 他们夫妻两个到商店里 老婆看上了一件 五千八百块人民币的一件 很高档的衣服 相当于他老公一个月的工资了 老公觉得那件衣服实在太贵了 但是没有办法 老婆如果执意要买 他也没办法 但是他就用妙法 他趁着老婆去换衣服的时候 他偷偷地从口袋里 掏出了两百五十块钱 把这个私房钱 他踩在了脚底下 老婆出来之后 然后走到老公面前 刚要问 老公你看我这件衣服 好不好看的时候 他对他老婆使了个眼神 然后就让他看看 叫他看脚下 然后他老公轻声地对他老婆说 你看不知道谁掉了这个钱 我们赶快捡起来走吧 他老婆捡起钱就走了 对不对啊 两百五十也是给自己老婆 否则五千八就给商店了 所以很多人如果有成就 但没有受过太多教育 也没有读过太多书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成功 你接受的教语 我们的学习的经验 懂得的知识 那就是我们在人间拥有的智慧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独立的责任 来完成你的下半辈子 有多少人买了近三十年的六盒彩 还是一穷二白呀 连三等奖都没有中过 这就证明人要发达 还是要努力工作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亲人和我们只有这一世的缘分 无论这辈子他们和我们相处多久 一定要珍惜 因为下辈子 无论我们的爱与不爱 我们都不会再相见了 有一位享有很高威望的 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 奈德兰撒姆 他把一万多名临终者的忏悔 编辑成了书 他得出的结论就是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世界上将有一半的人 可以成为伟人 这就是说 当人走掉了 已经过了之后 才知道自己做错了 我才知道要去忏悔 可现实当中 时间是不能够倒流的 那么我们 为什么不能把忏悔的时间提早 这样我们就能更早地明白 我们早一点抛弃 我们那些不需要的东西 不再为那些不必要的东西 牺牺牲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要好好地学博 争取更多的时间 能够让心理充实 因为物质总有一天会离去 而精神那是永存的 人生短暂 人生短暂 何苦自寻烦恼 我们要像菩萨一样 选择回归自然本性的生活 让慈悲保持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让喜舌保持在我们的悟性之中 有一位举人 学士渊博 经常为老乡们排忧解难 深受大家的敬仰 但是一个人的知识再多再深 也有不知道的事情 很多人就非常失望而去 这个举人挑灯阅读 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有些他不知道的 他就跟他们说 我相信我一定以后能够回答 一来二去 身心俱疲 有一天他来道士庙 问大师 我怎么样才能解脱 有三个小徒弟正在听大师上课 这个大师就问他们 怎么样才能轻松起来 跟他们三个徒弟说 你们想一想怎么回答我 第二天 这个大师就询问答案 那么这个举人呢 在边上听 徒弟 这个禅 他说了 师父 徒儿有愧 这个问题实在高声 我读书 查询了一页 还是得不到答案 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大师点头 让他坐到一边 可是不一会儿 这个徒弟残就睡着了 师父在看一下徒弟人 之间徒弟人挠挠头说 师父 实在对不起 昨天晚上我受了风寒 我本想好好想一想 可是我头痛了一个晚上 根本无法思考 所以没有误出答案 师父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 这个大师笑一笑 这个大师向徒弟定说 徒儿 你有什么悟性啊 徒弟定走向前 对大师说 师父 这个题目实在太高声了 徒弟根本无法悟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 这句话讲完 这个大师就一个人鼓起掌来了 不知道的事 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不知道的事情 你不要说知道 临时的突击狡辩 找理由 会使你自己很累 你还不如直接说不知道 这就是解脱 这就是最轻松的人生啊 人应该活得真实一点 现在的人虚伪 有的人虚伪到了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讲什么 他跟别人讲的话 他都不知道是自己在讲啊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最后连自己的人格本性都找不到了 我们做人不要做作呀 直率干脆就是一种自然 我们要以同情心对人 以侧隐之心爱人 这就叫慈 沟通心灵和思维 融合人伤我痛 这就叫悲 以大慈悲的心去做人 你将人成积佛成啊 有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叫乌生斯基他说 良好的习惯 乃是人在神经系统中 存放的道德资本 而这个资本在不断的争执 而人在人的整个一生中 就享受他的利息 所以一个人有美好的品质 美好的道德 他会享受所有人 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这就是他享受的他的利息呀 五一放假 有一个男人和他老婆 在火锅店边吃边聊 聊得正高兴的时候 有一个少妇 挺着肚子走过来 直视着那个男的说 我怀孕了 他老婆在边上先是一愣 紧接着甩手给了自己的男人 两个耳光 又拉又扯 连哭带闹 全火锅楼的目光 全部聚焦在他俩身上 那个男的真叫欲哭无泪 没想到少妇又悠悠地来了一句 我是怀孕了 麻烦你把烟掐了吧 那个男的捂着脸哭不出来 从那以后他戒烟了 吃饭有风险 臭烟虚谨慎啊 所以有些坏脾气 就像他太太这种坏脾气 就像一堵玻璃墙 把我们人的心和别人的心割开了 很多人就是坏脾气 把我们在单位里 跟同事之间的感情割开了 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坏脾气 慢慢地把成功割开了 所以我们人看得到成功 因为有这堵玻璃墙 总是无法达到成功 所以人离开了智慧 就会在无名和迷惑当中吃苦 你们想一想 一个人知道和不知道 我们从小到大吃了多少苦啊 我下面给你们讲个笑话 你们最后一定笑 就是不知道吃苦头的 你们要是听了师父讲的笑话之后 以后你们要碰到 你们就不会这么傻了 有一个老师问一个同学 你的作业本怎么变成这样的 烂烂的 同学说老师掉在水里了 老师说 怎么会掉在水里的 他低着头说 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 老师说 掉在厕所的水里了 同学说 掉进粪便池里的水里了 于是老师 于是老师带着一副哭腔 两天长笑 然后伸出十指笔划地说 哎呀 同学呀 我是沾着口水 一页一页地翻的 古往今来 多少人因为自己的一些习惯 悔恨终生 又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的坏性格 找不到人生的幸福 想一想 有多少夫妻因为自己的坏的性格 最后结束了婚姻 更有胜者因为自己的坏性格 葬送了最珍贵的生命 想一想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 纵然是有英雄气概 终究逃不过 气量狭小性格的惩罚 被诸葛亮三气之下 一命归息呀 所以人生在世短短的几十年 你愁也是一天 快乐也是一天 请你们记住了 我们到人间不是为苦恼而来了 何必天天板着脸 整日的忧愁 悲伤苦恼和失忆 因为你看不到将来 你不知道今天的苦难 可能会迎来你明天的幸福 今天的烦恼不代表你永远有这个烦恼 所以这样的人才有智慧 我们要活在帮助别人的法喜当中 世界上没有绝对幸福的人 也没有绝对不幸福的人 只有你愿不愿意用这个解脱的心 来到人间生活呀 这个世界像一面镜子 你对他笑他对你笑 你对他哭他对你也哭 你心平气和他还你一个心平气和 你痛苦烦恼 你就会在痛苦和烦恼当中生活 所以台长希望大家舍去烦恼 舍去痛苦 好好地把自己这颗心装满慈悲 装满慈爱 让众生幸福 你一定会活着比别人更加幸福的 台长在最近的节目当中 这个看图腾 这个佛有问 用什么方法能移民澳洲 台长看出他好几种方法都可以 只有靠婚姻的话比较麻烦 因为他比较懒 台长还准确地看见 他目前的雇主有一男一女两个人 老板娘很厉害 比较有点胖 肚子也蛮大 头发不是完全金色的 而是棕色的 我这个都看出来 请大家听下录音 谢谢大家 欢迎师傅你好 就是我想问问 就是我是87年的兔 然后就是半年之后要毕业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留在澳洲跟师傅红发 有机会的呀 是用什么方式比较合适呢 你这孩子呢 如果不贪玩的话 思想集中一点 不贪玩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你好几种方式都可以的 我唯一呢 就是怕你靠婚姻留下来 你就比较麻烦 师傅说 我有一点点这个想法 因为 因为懒呢 因为你比较懒呢 所以师傅 您觉得我是技术移民 比较还是雇主担保 还是做投资移民呢 看看 因为我现在上班的地方 那雇主可以 给我做个担保吗 他会给我做吗 好像一男一女 两个雇主啊 对对 老板是女的 老板女的 老板娘蛮厉害的 对对对 他其实是那个 很凶 希腊人 很凶 对 希腊人 希腊人也是 蛮胖的嘛 对对对 肚子也蛮大的 对对对 头发也不是完全是金色的 是那种棕色的那种 对对对 偏深色 对 如果你自己能拿到牌照的话 我觉得你自己搞一个投资移民 其实投资这么一个项目在郊区应该很容易的 嗯 明白明白 谢谢大家 我们人争什么呢 欲望的爆发点就是争 大家记住了 人的欲望的爆发点就是开始争了 这就是你欲望的爆发点 在这个世界上 吵闹啊 嫉妒啊 摩擦啊 埋怨啊 勾心斗角 耳鱼我诈都是争的结果 所以不要去争 现在的人明里争 暗里斗了 大利亦争 小利亦争 昨天争 今天争 你也争 我也争 鸡飞狗跳 人养马翻了 争到最后 原本伟大的理想和目标 就剩下你心中 那么一颗自私的心了 做人心胸开阔一点 争不起来 把得失看得轻一点 不争不强 把目标降低一些 停止争斗 名利心放下一些 知道争来的是假 为别人考虑多一些 这才叫解脱 在澳大利亚 有一个74岁的大爷 大家记住 74岁的一个老大爷 狂砍十八福 批死了73岁的情敌 74岁砍了73的情敌 这么大年纪搞什么 当这位澳大利亚 PERS的老人 得知自己的前妻 和另外一位73岁的男子 叫菲利普 在恋爱 他非常的愤怒 假扮成送货司机 直接带把战俘 冲进了前夕的住所 为什么 因为他们曾经生活了四十年 放不下 直到他妻子在健身房 见到菲利普 他抛弃了前夫 生活当中 我们有无数个争斗的理由啊 想一想 因为欲望 让我们每个人 像埋伏在草丛里的狮子一样 安纳不住 丝心八作呀 所以人要懂得收敛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一切随缘 那就叫缘分啊 这个 几年前 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个故事 非常启发人的智慧 说的山上 寺院里有一头驴 每天在魔房里辛苦的拉末 天长日久 这个驴渐渐的厌倦了 这种平淡的生活 他每天都在寻思 要是能够出去 见见外面的世界 不用拉末 那该多好 不久机会来了 有个僧人 带着这个驴下去 驮东西 他兴奋不已 这个驴非常兴奋 来到山下 僧人把东西放在驴背上 然后牵着它 返回了寺院 没想到 路上行人 看到驴的时候 都虔诚地跪在两旁 对它顶礼膜拜 一开始 驴大祸不解 不知道 人们为什么要 对它磕头跪拜 慌忙地躲伞 可一路上都是如此 这个驴不禁飘飘然起来 啊 原来人们这么崇拜我呀 当他在看见有人路过的时候 他就会趾高气扬地站在马路中间 走路也非常的呼呼声风 腰杆也挺直了起来 回到寺院里 驴认为自己的身份非常的高贵 死活也不肯再拉末了 只愿意接受人们的跪拜 生人无奈 只好放他下山 这个驴刚刚循着走上山的路下山 就远远看见一伙人 敲锣打鼓地迎面而来 他心想 一定是人们前来欢迎我呀 于是他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中间 哪知道那是一队迎亲的队伍 却被一头驴挡住了去路 人们愤怒不已 棍棒交加抽打他 这个驴窗簧地逃回四里 奄奄一息 他愤愤不平地告诉僧人 原来人心陷恶呀 第一次下山的时候 人们对我顶礼膜拜 可今天他们竟对我下狠毒手啊 僧人叹息一声 哎 你果真是一头蠢驴呀 那一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驮的佛像 不是你呀 我们人生最大的不幸 就是我们不认识自己呀 离开了位子 你自己什么都不是啊 学博人受人尊敬 是因为我们学博了呀 如果你离开了学博修行 谁还会尊重你 你什么都不是啊 所以离不开菩萨 离不开众生 要好好懂得佛光普照这四个字啊 因为有佛的光 我们才能得到照应啊 所以当你们接受众生给你们的饭 给你们的水 给你们的照顾的时候 你们要想到不是照顾的是你们的凡人 而是照顾你们是一个未来的菩萨 所以我们每天要多照照镜子 因为在我们照的时候 你要经常问自己一句话 你到底认识你自己吗 有的人在单位里根本没有这个德 没有这个才 他非要做一个大领导 最后被所有的人唾弃 如果你记住了 你拥有财富 别人崇拜的是你的财富 不是你个人啊 但是你会误解别人崇拜你 如果你今天有权利 别人崇拜的是你的权利 你可能会以为大家都崇拜 你是一个重经理啊 如果你拥有的是美貌 别人崇拜的 只是你一时拥有的美貌 不是你 你误以为别人在崇拜你 当财富权利美貌 过了保质期 你就会被别人抛弃 因为别人崇拜的 只是他们需要的需求 而不是你 所以要看清自己的位置 好好地学博 只有菩萨才能怜悯我们 只有菩萨才无微不至地 没有分别心地 天天地照顾着我们 保佑着我们啊 有一个朋友的唐妹上大学 这个唐妹长得很漂亮 被一个粉丝同学追求 这个粉丝非常的执着 而唐妹当时已经有了男朋友 这个唐妹呢 一直摆脱不了这个粉丝 她想了个办法 干脆啊 我剃光了头 跟周围的人说 她有癌症 她有癌症 她为了演了正一点 她跟男朋友也这么说 结果消息传出去 没想到 这个唐妹的男朋友 立刻就甩了唐妹 而粉丝依然执着地追求着唐妹 唐妹后来就跟粉丝结婚了 我每次跟你们讲故事的时候 都有后面的道理的 能力很重要 可是有一样东西 比能力更重要 那就是我们做人的人品 人品是人真正的最高学历 是人能够施展的基础 在当今社会稀缺而珍贵的品质的标签 所以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很能干 有一个企业家他问学员说 在金矿里你们看见最多的是什么 学员们都说 金子不对 是矿砸 矿的砸 天下的金子不是挖出来就是金子的 而是逃尽千千万万的金砸成为金子的 同样天下的人才也是逃尽无数的缺点 瑕疵毛病和失败 坎坷挫折 你才是成为人才的 有一位企业家讲课 企业家问 金子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企业家说 金子最大的价值在于用 如果一块金子不用出去 不交换出去 那他就是一块金属 一块普通的金属 失去了其作为金子的价值 一个人 哪怕是一块发光的金子 如果不被人使用 没有去发挥自身的作用 那么再珍贵的人才 你也只会是一个普通的人 失去他的人才的价值 所以金子和人才 不是用来搁置和观赏的 那是用来使用的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不要怕自己的才华被埋没 因为埋没的金子 永远会是成为金子 终有一天 终有一天 重建千日 当别人埋没你的时候 请你做一颗种子 把埋没在你身上的泥土 当作自己成长的土壤 不断地吸收养料 结束能力 让自己的梦想生根 让自己的希望发芽 让自己成长为一棵树 一棵参天的大树 我们人生有时候 就像攀登一座座的高峰 在你为达到山顶 你觉得很得意的时候 可能也许你即将面临下山 而失忆的危险 有一个人叫格林 他到了一家酒吧 去应征警卫 酒吧的经理问他 你有没有经验呢 那个格林环顾四周 当然 当他看到大堂里 有一个醉醺醺的客人走过 他马上走过去 一把把他抓过来 随之一脚 把他踢出了门外 然后得意洋洋地问经理 请问 我现在能不能见见总经理 经理说 你恐怕要稍微等一下了 因为 他刚才被你踢出了门外 人生无常 必须珍惜 学博人要懂得做人的基本要求 就是对自己负责 对别人负责 不要轻言失败 因为世上难事不可禁熟 你的烦恼也是别人的困难 战胜小我 那是唯一的选择 就是你需要改变自己 我们每个人要做金刚菩萨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去除了四象 你才会真正的得到虚空法界的真相 台长在做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 他用三大法宝 治愈了孙子的抽动症 身体健康 品学兼优的孙子突然 抽动症 给他放生许愿 念了1300张小房子 他抽动症 基本痊愈 而且完全的 基本上一切都正常了 连不信佛的家人 看见孩子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支持这个同修念经了 请大家听下录音 谢谢大家 那个弟子 首先先读个分享 同修分享 三大法宝治愈了孙子的抽动症 三年前身体健康 品学兼优的孙子突发疾病 起初只是眨眼睛 身体抽动 他爸还以为他好动 还打过他 病情随着加重 身体开始不停抽搐 大夫说叫抽动症 是一种慢性人精障碍疾病 同修在佛台前许愿 将异常法会的功德 转给他孙子 许愿三百张经文组合 给他的药经者 同时帮他的孙子做功课 同时帮他注印经书 及每月放生 刀下鱼 以及身体健康以后 现身说法 在网络上分享 做法不失广度有缘 让更多人知道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在念了三百张左右后 他孙子的臭动症病情稳定 这时同修以为病好了 就暂停了给他的药经者的经文组合 还在供修会里做了分享 可是三个月后的一天 同样的症状又发生 在咨询东方台秘书处后 得到的回复是经文组合不够 要继续念 这时同修想起 师父曾经点化 他家祖上有杀业 真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而且杀业报三代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同修连连忏悔 他说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让他结怨心灵法门 帮助同修知音懂果 最后念完一千三百张小房子以后 孙子的臭动症基本痊愈 而且以高分考取理想中学 吸取上次的经验 许愿的章数已经念完 定情也好了 但同修给孙子的药经者的经文组合 继续念着 一直到现在坚持二十一张 一波一波 每周烧送七一张左右 目前八个月过去了 身体一切正常 感恩大四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家里人看着孙子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从原来反对他学佛念经 到现在支持理解 同修心里真的是无比感恩 也是正是这段经历 让他坚定信心 更加精进的修心修行 感恩师父 嗯 很好 感恩师父 谢谢 中华传统文化说 我们学佛人要守信用讲礼意 含有诚信忠实侠义之气 说一个古代的故事 有一个夜晚 楚庄王 大家可能学过历史都知道 有个楚庄王 大摆宴席 酬劳那些有功的将士 在宴会上清歌漫舞 热闹非凡 突然呢 那古时候呢 刮起一种风 吹灭了宴会上的灯火 顿时呢 宴会上一片混乱 没有灯了嘛 这时候呢 楚庄王有一位爱妾 暗中呢 受了一位将士的调戏 这个爱妾呢 非常厉害 一把就摘下了 那个将士的头冠 请求楚庄王做主 点灯 马上点灯 捉拿那个非礼之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楚庄王非但没有发怒 并丰富 诸位爱卿啊 将所有的头冠 都取下来 继续尽兴喝酒 很快 灯火复燃 这个时候 所有的将士头上 没有一个人戴着头灰 那时候 趁机非礼之事的 那位将士躲过一劫 几年之后 楚情交战 楚军出于劣势 危急关头 一位楚将带头冲锋 势如破竹 使战局转败为胜 那个功臣 就是在那次宴会上 因为楚庄王的胸怀大度 没有追究其旧的 那个将士 所以声明大义 是知人善用的秘籍 所以要懂得这种善解人意 以人心换人心 自举 藏着很大的智慧 这就是佛菩萨 经常大慈大悲我们 让我们众生要懂得忏悔 因为忏悔才能改变你的人生啊 在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能做到 成心带人心胸宽广 学博慈悲 以善心换人心 那么每个人的内心 就会是辽阔的大海 你就能海纳百川 想一想多少家庭的误解 多少家庭的崩溃 就是因为不能理解对方 不能原谅对方 所以人由于自我的利益考虑 而生出来的贪念 不满于痴啊 悲伤啊 忧愁啊 因此人应该通过正确的修行 来了解诸行无常的真理 要了解到宇宙中 没有一个事情 那是永恒不变的实体 所以我们这个我 不是真实存在的我 因为你生出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是谁 不加个名字 你也不知道你是谁 等到名字改了 别人又找不到 你这个我是谁 所以要懂得佛法当中的 诸法我我 让我们要懂得用这种态度 去看自己的内心和外在 不要因为时空的不如意变化 产生的痛苦 使你慢慢的一切 都会改变成悲伤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 所以这样能够让我们自己的情绪 不再产生慢慢的通过 慢慢的通过修行达到了清安 喜悦的永恒和和详的一个境界 所以人都可以以正确的人生观 正确的生活方式 正确的修行方法达到令自己不再烦恼 令苦难不再生起的安详境地 这种伴的永恒的喜悦境界 就是我们经常佛法上讲的叫智慧的彼岸 看见吗 稍微给你们讲了佛法深一点 鼓掌声音就这么轻易 现在鼓掌的声音响 也是装的 所以没办法 帮你们讲佛法 跟法师讲佛法不是一个概念的 听得懂吗 我跟法师啊 跟修得好的高僧大德讲法 我跟他们讲金刚经啊 我里边没有讲一个笑话 也没有讲一点点的故事 他们听得如痴如醉的 我看你们啊 哈哈 不听故事 不把羞 不听笑话 不放我下去了 有一个男子 趁一个女人的丈夫 不在家的时候 就到他家去鬼混了 不料 那个女人的丈夫 提早回家了 咛咛 相信我这个铃声 比外面商店里买的还好听 安享门铃的时候 那个男的吓坏了 但女人非常冷静地说 不要紧张 穿上衣服等一会儿 然后他从厨房 拿出一袋垃圾 走到门口 打开门说 啊 亲爱的 你回来了 你先把这袋垃圾 拿出去帮我扔了吧 等他丈夫进门的时候 这名男子 已经偷偷地 离开了他们的家 回家的路上 这个男子想 哎呀 这个女人真是太聪明了 他走到家门口 他也安享了 自己家的门铃 他妻子打开门 递出了一袋垃圾说 亲爱的 进门前 先把这袋垃圾给我扔了吧 听不懂啊 英国报应丝毫不爽 佛经记载 父之淫 女受损 母之淫 儿受害啊 这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一个父亲非常好色的话 他的女儿就会被人家欺负 被人家玩弄 如果一个母亲非常好色的话 他的儿子就会被人家女人抛弃 被人家女人伤害 所以长辈邪淫 子女会折损应得 连累他的子孙的 文昌帝君曾经有云 或妻女愁藏 或子孙受报 邪淫者后代 可能也是放荡不及 好色贪淫 令父母蒙朽啊 我们的痛苦 来自于我们对世间的无知啊 因为我们经常去违反世间 宇宙的真理 而使自己违背了天地人 三合产生的内心自我的失望 所以我们失去了很多 所以我们做错了很多 才使自己烦恼不堪了 我们现在通过学博和对宇宙真理的正确认识 知道了 我们过去做的那都是没有境界的事情 今天我们改变了 我们通过学博 我们修行实践 慢慢的像契合于宇宙真理的佛法 对宇宙真理人间的真谛 那就叫苦空无常 所以我们要达到没有痛苦的烦恼的境界 一切放开 一切看空 这种境界就是智慧的彼岸 这就叫涅槃寂静啊 好 那么台长说 这个人的心啊 就是自私到什么程度 连菩萨都看不懂了 有一个搞房产的老板 他发了财 修了一个大庙 哎呦 庙里面金光灿灿 搞了一个落成典礼 搭了一个大台子 请演员演二人传 四乡八醇的老乡们都去看了 特别慷慨 把乡亲们往庙里让 一人发一把乡 跟人家说 来来来来来 请敬请敬 等到人一多啊 他心里不痛快了 你们不要许这么多愿好吧 那是我家里的佛呀 记住了 用人的眼光看佛 看出的佛都是人 有一个人在越南 看见地上有一把箱 歪插着 箱台上供了好几位 仔细一看 一位是菩萨 一位是耶稣 一位是中国的皇帝 头上顶着玉冠 还有一位是圣女贞德 他就问他 你怎么个供法的 那个人说 就一把箱嘛 每个都求 总有一个灵的 所以我们人要有 良好的心态和习惯 性格 是你成功人生的三大法宝 一个人要想通 要放下 学佛菩萨的慈悲 广众福田 改变自己的性格 心态和习惯 念经许愿放生 改变人生 好心态 让你快乐一生 好习惯 养成好性格 好性格 带来你的好命运 好 现在的人特别好面子 特别好面子 有一个朋友 周末陪媳妇出去逛 没想到走到马路上 碰到了这个朋友的前女友 这个老公的前女友 哎呀 而且跟他老婆认识的 这两个女人呢 互相都看不顺眼 朋友 他这个朋友 他老公一看 感觉情况不妙 拉着老婆赶紧开溜 没想到前女友 牵着他带出来的小黄狗 冲着小黄狗大喝一声 坐下 那条狗就乖乖地坐下了 他的老婆没面子了 心想 这小黄狗坐下 我怎么办啊 然后他来劲了 对着他的老公一喊 坐下 然后他的老公 也乖乖地坐下来 不学佛 容易失去信心 喜欢攀比 漫无目标的 像小虫子一样 在掳动在自己的私欲当中 总是羡慕别人 比自己走得远 飞得高 结果让自己 活在小我当中 痛苦不堪 看看 有一些人 小我的人 和小我的连物质 致命清高 绿豆 大家知道绿豆吗 绿豆致命清高 说什么 绿豆说了 我身价 长了之后 请叫我 斗你玩 言说了 我身价 长了之后 请你叫我 言王爷 煤炭说了 等我身价 长了之后 请你叫我 煤炒风 大家知道 煤炒风是什么 知道不 金融小说 里边那个人 我刚刚不知道 我也搞不清楚 煤炒风是谁 后来大蒜 说了 我身价 长了之后 请你叫我 算你狠 苹炒风 苹果说了 等我身价 长了之后 请你叫我 凭什么 折糖说了 我身价 长了之后 请你叫我 汤高中 房子说了 等我身价 长了之后 请你叫我 房不胜房 所以希望大家 要懂得 一个人 不要自命清高 一定要懂得 要勇于承担 好 今天呢 跟大家呢 不能讲很多 这个 最后跟大家 讲两个笑话 你们笑不笑 是你们 讲不讲 在于我 好 下面说个笑话 有一个老王 到宠物店 想买一只狗 好不容易 跟老板 讲定价钱 正要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 一个问题 急忙回头 就问老板说 老板 我买的你 这条狗 他忠心不忠心啊 老板拍的胸脯 保证说 当然忠心了 我每次 把他卖出去 没几天 他自己就跑回来了 好 第二个笑话 有一个哥们 去医院看病 医生告诉他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他就非常 愤怒地抱怨说 他跟他兄弟讲 什么都不能吃 还让不让人活了 这时在旁边的哥们 慢悠悠地说 兄弟啊 你就知足吧 医生跟我说 你想吃点啥 就尽快地吃点啥吧 人生祸福无常 谁也不知道 可以活多久 只有珍惜人生 学佛修心 才能不忘在人间走一遭 学会吸取教训 所以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 没有一样东西 是必须拥有的 看透了这一点 就算将来你失去了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你也能过 生命非常的短暂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可能明天你就会发觉 生命已经被你抛弃 享受生命的日子 已经没有了 要学会珍惜 学佛修心 就是改变一切 就是让我们珍惜一切 懂得慈悲 那就是一种超出人间的爱 这是一种 慈悲喜舍的境界 好好学佛 定能让你在人间 破迷开悟 一世修成 永断 轮回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 师父也就是跟你们讲 希望你们大家要好好努力 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 不要等到自己生病了 自己生癌症了 自己没人救的时候 才来找师父 希望你们平时就要好好修心 希望你们平时就好好度人 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能够改变自己 不要再生气了 不要再去想过去的事情了 要记住了 明天一定会比今天还要好 有菩萨保佑的人 就是有福气的人 能够闻到佛法的人 那这个人 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昨天菩萨已经给你们撒干露了 已经给了你们很多的加持了 师父现在给你们讲 实际上也是在给你们加持 你们这些孩子要记住了 心中要有佛 你就会得到菩萨的心佛合一 一定要懂得心中要有佛 像菩萨一样活着的人 那是一个大无畏的人 那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希望你们一定要有智慧的活着 你才不会去寻死 你才不会去 让自己废掉这个人生 因为人的命只有一条 但是会命更重要 有了你的生命 但是没有会命 你也活不了 就像很多植物人一样 他有生命 但是他没有会命 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好好的学博修行 菩萨在看着我们 天上都在看着我们 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希望大家懂得爱国爱民 要遵纪守法 要懂得慈悲心比什么都重要 要多懂一点佛法 多懂一点文化 让自己的心能够跟菩萨在一起 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 教育好自己所有的小辈 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才能让中华文化传承 才能让佛教的精髓在弘扬 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 师父最开心的就是心灵法门 百分之八十都是年轻人 希望你们能够传承下去 世世代代的传承佛法 也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 能够尽自己的责任 能够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 能够懂得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让每个国家都要好 要平安 要遵纪守法 我们心灵法门就是八个字 遵纪守法 爱国爱民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菩萨 好好的学佛 等到你们年纪大的时候 相互依靠的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 肯定不是你们的家人是主力军 而是我们的佛友 一定会照顾你的 家里人分财产有份 照顾你不一定有份 我说的是真话 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 你对佛友好一点 你想象不到 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 所有的佛友都来照顾你 你才是真的有福德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每一个法师接受这么多的供养 就是因为他们的付出 所以他们虽然没有亲人 但是他们的亲人千千万 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修行 菩萨保佑你们 希望观世音菩萨慈悲 明天法会圆满成功 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